今晚互動民的題目 一起來就是削減自由行 昨天有五文條的題目 削減自由行會損害香港經濟 觀眾可以遙控器的Wonning鍵 或是控制投票 我們見到這個結果 說會的話 對不起 再說回今天的題目 就是公務員利益申報的制度是否健全 健全的是紅色 不健全是綠色沒有意見就是藍色 大家可以用遙控器上的Wonning鍵 或是控制投票 投票結果會在明天節目 和大家一起討論和分析 至於昨天的題目 再次和大家說一下 削減自由行會損害香港經濟 會的就是17% 不會的就是81% 沒有意見是2% 可能我們的觀眾竟然說不會 但數字告訴他們 削減自由行 大家都見到 一些零售消費額的數字 雖然現在未能夠說 是不是一定是自由行 但是旅客的人數 其實略為調整了 和大家都見到一些高檔的消費 有明顯5年跌 還有雙位數字的下跌 是不是多多少少都有些關係呢 其實我們市民說不會的話 其實也不是武斷的 其實大家可能知道 那個經濟呢 任何東西都是去到 巔峰會下來的 其實這個未必是 削減自由行的主要原因 這麼巧合 這個時間就出現了 因為你已經是去到最高 跌下來 市民看的話 就看得挺準的 但是這個痛苦呢 日後所承受的苦楚 包括了高租金 包括了一些東西搶貴了 其實現在不是說 自由行的人來就 永遠都搞定的嘛 那我們本身自己的 基本的 基本的建設 的發展 其實大家看到的 這個立法會和行政當局裡面 不咬咬 所以很多的工程上不了馬 所以很多應該做 做不到其實這些在在 都是影響到我們經濟發展 所以你很 一句說話就說 削減自由行呢 就令到經濟不好 我覺得這個是很武斷 所以我是同意 大多數的市民都覺得 這個不是 只不過就現在 你自己說是拔三尾 就是我經常覺得是拔三尾 自由行的 就是自由行和旅客 是不是和這些高消費的旅客 又不同 所以你說做這些措施 是不是一千五十二行等等 諸如此類的那些 是不是真的可以分到呢 很明顯就分不到 但是這些措施 就指紋樓梯響 好像這麼久都沒有交代過 其實他最好沒有交代 因為你看到 好像有雙辣椒 三辣椒 看得到的 你可以降低樓監嗎 其實你鎖走的措施 都不是對症下弱 只不過做一些門面功夫 做一些短暫的事情 當你看到的那麼多的效果 接下來那個後遺症 你見了 或者樓又再飆升到 歷史的高位了 你說做那麼多招數有什麼效果呢 你不做就更好 所以觀眾都很清晰 先談到這裏 我們明天這本節目再見 拜拜